大家好我是Mark 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就是 怎麼經營愛多美 就是很多新人在加入愛多美的時候 他不知道我要怎麼啟動第一步 那其實概念非常簡單 第一步其實很簡單就是 先用產品 先用產品 那為什麼要先用產品 概念很簡單 就是說如果你是要經營的話 等於是你在網路上開了一間虛擬超市 開了一間店 那我連我自家的東西都沒有用過 我要怎麼經營 我要怎麼去跟朋友分享 沒辦法嘛 就像我開一間牛肉麵店 但是我家的牛肉麵都沒吃過 我不可能去跟別人講 我家的牛肉麵有多好吃 概念一樣 所以先體驗產品 如果真的覺得不錯用 你未來才有更多信心 去跟別人 跟你的朋友分享 所以概念一樣 為什麼加入愛多美的時候 要先體驗產品 先了解產品 先自己用過 真的覺得好用 我再去跟朋友分享 因為人都是良心的動物嘛 我不可能拿一個很爛的東西 去騙朋友嘛 對不對 所以概念一樣 有了這樣子的觀念之後 先用過產品之後 那再來呢 其實很簡單 再來很簡單 可以錄得到 再來就是進系統看看 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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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系統 如果大家有了解愛多美的系統 你們應該會有概念 就是像教育中心的課程 然後一日研討會 或是成功學院 這些都是系統 那為什麼是系統呢 就是你可以來愛多美看看 因為我今天要經營 我用過產品 我也覺得不錯 好我現在要經營了 那我至少來了解一下 公司的系統是什麼 對公司的系統是什麼 比如說我就來 教育中心 或是來一日研討會 或是成功學院 我來看看他們在講什麼 看看這些成功人士在講什麼 或是這些人在分享 解說產品的時候 是怎麼講的 甚至是有些講師的課啊 等等都可以來聽 就是了解一下這個愛多美這個系統運作 是什麼樣的模式 就是了解一下系統 而且都免費的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先進系統看看 好再來就是分享 分享 講簡單 講 業務方面的話 的術語其實就是開發 其實換句話說就是開發 換句話說就是開發 就是分享開發 好現在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超業 那你應該對於開發這方面 有一定的概念 如果你是業務的話 那如果你不是業務的話 那我今天要分享開發 我要怎麼做 首先呢我們先把分享 開發這件事情細部來看的話 細部來看 你先去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觀念 開發是這樣 就是你有沒有觀念 因為如果我今天講的 這個開發是指愛多美的話 好 好 愛多美的話 好 我要進行愛多美這個 這個網路公司 好 那現在就是我有沒有觀念 什麼觀念呢 好 被動收入 好 被動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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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動收入觀念嘛 好 英文叫PASS BINCO 好 就是你有沒有被動收入的觀念 好 這是第一個 那甚至呢 更厲害一點的 好 你有沒有ESBI的觀念 好 我相信可能少部分的人 只知道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ESBI的觀念 好 如果你去看富爸爸熊爸爸這本書 你就 你就會有這樣的觀念 好 你有沒有ESBI的觀念 好 甚至是 你有沒有風險管理的觀念 好 風險 就是對你的人生 對你未來的家庭 小孩等等 你有沒有風險的觀念 對你嘛 風險規劃的觀念嘛 叫RES 就是你有沒有風險的觀念 好 例如像是AI AI崛起 你相信未來會不會很多人失業 對 所以你有沒有一個風險的規劃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人的觀念 好 這些都是一個人的觀念 好 那如果你在愛多美有 如果你是愛多美銷售大師嘛 你會有一個被動收入 銷售大師大概是5到8萬 每月大約啦 好 這個5到8萬 是被動收入 他跟一般上班族所領的5到8萬 一般上班 好 工作的 呃 上班族 好上班 好 一般上班所領的5到8萬 的價值是完全不一樣 上班族領的5到8萬 跟愛多美的被動收入5到8萬 這個價值是完全落差的 完全不同的 所以可以大家自己思考 好 假設你今天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假設有了觀念之後 你就會思考一件事情 是不是我要的 是不是你要的 啊 假設你要的 你就會做一定事 就行動 行動 就是我要去真的去跟朋友分享啊 或是 我要開發什麼之類的 好就是行動 就是你會不會行動 重點嘛 你不可能做了這個 然後你就 你不可能加愛多美之後 就自然就會有被動收入 跑進你的口袋 不可能嗎 因為你沒有行動 好 那現在行動的話 你有沒有具備技術 scale 你有沒有具備技術 這個很重要喔 就是你有沒有技術 什麼技術 篩選的技術 篩選 這個是業務在做的 好 業務在做 就是業務嘛 業務的技術啦 篩選 好篩選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是超業 或是業務 我就會做幾件事情 開發 我就會做什麼 緣故開發 好緣故 緣故市場 緣故市場 甚至 你如果更 膽大的話 陌生開發 陌生開發 就是陌生開發 所以你的開發 目前大概有兩個方式 緣故開發跟陌生開發 緣故開發最簡單 我也鼓勵大家做 原因是因為 大家如果沒有業務經驗 或是你還不會有一定的技術 先從緣故做就好 為什麼 因為緣故就是你的親朋好友 那親朋好友最簡單的 最簡單嘛 因為你了解他個性嘛 你了解他想法 甚至你了解他需求 對不對 所以 緣故市場是比較簡單 因為有信任感 有信任感 那陌生是最難的 陌生是比較難的 陌生就需要比較多的技術 什麼意思呢 就是 這個人你完全不認識他 他也不認識你 那你要怎麼知道 他對愛多美有沒有興趣 你要怎麼知道他對愛多美興趣 就是問問題 就是問題 那就是篩選 所以緣故開發或陌生開發 基本上概念都一樣 不管你是從親朋好友開始開發 或是你從陌生開發開始 你都要去回到篩選 因為朋友也不一定喜歡愛多美 朋友也不一定有被動收入的觀念 那陌生開發更不用說嘛 因為你完全不認識啊 所以你都要回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要去如何篩選這個人 篩選他加入 就是篩選對的人 好 對的人 好 對的人 好 加入來多美 就是你要如何篩選 好 篩選其實就是 回到這邊好了 篩選其實就是問問題 其實這個不用啦 這個英文不用行 好其實技術就這樣 技術就篩選嘛 就篩選的技術嘛 也就是說你要如何去問問題 提問 提問篩選到你要的人 篩選到對的人 加入來多美 就是提問技術 你有沒有提問的技術 他就是一個技術 問問題的技巧 然後去掌握這個人 是不是你要找的 那提問呢 簡單的說 簡單的講 就是 你要去對這個人 評分是不是對的人 也就是一個人的分數 假設是從0到100分 一個人分數從0到100分 假設這樣子 好 100分就是對的 對的人 這對的人怎麼講 就是行動力可能很強 然後有觀念 又有業務經驗 然後又看懂愛多美 然後又 哇 我想要好好認真經營 這種100分的人有沒有 有沒有 有 那就是你要去 對這個人 用問問題的技術 去評斷這個人的分數 在幾分 那0分就不用講 0分就錯的嘛 對0分就錯的人嘛 就不用講 所以就放生嘛 對 那問問題技術 你如果會有一個問問題的技術 你就要去評斷這個人 在你信中的分數是幾分 甚至你不用去管他 他都會自己去 系統 他都會告訴你 他自己會去上課 他都會自己去上網註冊 自己寫申請書 自己去想 我要怎麼開始跟朋友講 評斷這個人的分數 是幾分 那如果越高 那基本上這個人就對的人 那他加入的機會就越高 我們先不要講 他加入之後 會不會主動的去 work 我們就講 他會不會加入好了 他會不會加入愛多美 就是你提問的技術 評斷這個人幾分 越接近滿分 這個人加入的機率就越高 就達到九成嘛 就越高嘛 那如何 評斷這個人的分數 就是問問題 就是問問題 OK 所以你會問問題之後 你就去評斷這個人 那講簡單一點 其實在業務技巧裡面 就所謂的篩選 篩選就是像一個漏斗 像一個漏斗 你今天你的市場 不管是從緣故市場 還是陌生市場 你都會遇到很多的 圈圈喳喳 就是被拒絕 然後呢 有興趣 可以了解看看喔 的這些人 都是你開發的 經過你的篩選 對 就像漏斗 你能不能留下 圈圈的人下來 而不是讓叉叉 這樣的人 也留下來 因為這樣的人 註冊有用啊 對 他不會 對你沒幫助 對他也沒幫助嘛 對 所以你就是要 會一個這樣的技術 對 因為加入愛多美容易 很容易 50塊就加入了 太簡單了 所以就等於是 你要學會一個技術 去讓圈圈留下來 而不是叉叉也跟著留下來 好 所以其實提問的技術 就在於 如果你今天是業務 那你一定要會一件事情 就是觀察 就是觀察 對方 就是觀察對方 甚至對方的反應 對方的反應 然後來 然後來 決定這個人的分數 對方丟出來的反應 你的觀察 加上對方的反應 然後來 評斷這個人的分數嘛 OK 好 那再來 你會技術之後 再來就是 你就會 再來就是心態 靜音愛多美也是需要心態 心態調整很重要 對 為什麼心態調整很重要 就是 如果你今天不會技術 你今天不會這一段 你有了被動收入的觀念 你有這些觀念 你都有 這些觀念都有 但是你沒有技術 你不知道怎麼問問題 你不知道怎麼學會觀察 學會處理對方的反應 反對問題等等 那你不會這些技術的話 你經營起來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那就會看你的心態 強不強大 低還是弱 那如果你今天會技術 你是不是心態調整會比較快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技術 你只有這個觀念 那你的心態就會 你在開發的時候 遇到很多問題 你可能就覺得 阿靠這做不起來 你就會比較容易上氣 放棄 的氣力就大 所以就是心態 所以為什麼我說技術很重要 就是這樣子